来来弹flamenco 你在台北的演唱会就大跳的flamenco 对不对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个构思吗 还是 对 因为 其实我在每一场 从上海 从香港的演唱会 那些我都有弹那个flamenco吉他 因为其实我 我小时候就弹古典吉他了 然后我去年 在我去年西班牙 我特别去进修flamenco吉他的部分 然后我去看了很多的表演 那这表演除了 我原来只是想要进修flamenco吉他 然后当然我看了很多的flamenco表演 是包括舞蹈的 所以 就整个flamenco表演里面 其实 舞蹈 是一个重点 对 舞蹈反而是比那个音乐 更加重要 所以那大家看到的是 那个flamenco的舞蹈表演 所以 我就开始有想说 如果在我的演唱会上面 能够加入 舞蹈的元素 一开始有想说 如果找 如果找那些flamenco的舞者 我弹他们来跳 然后后来来慢慢想说 如果我又可以加入在那个舞蹈里面 会不会是让我的fans觉得 更加surprise 这样子 所以才想说好 那我在台北点上会想要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 那就做了 对 那舞步会难学吗 其实蛮难学的 我觉得蛮难学的 只是 当然 我觉得诚意比较重要了 诚意比我跳得多好 这个事情在我的歌迷的 我觉得歌迷的期待 比较是 我有没有用心的去跳 而多过于我跳得有多好 对 可以透露学了多久吗 呃 从大到两三个礼拜吧 OK 哦 很快耶 其实 蛮快的 对 但是 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去练习 对 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每次表演完之后 我都觉得说 如果可以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练习 可以更好 可以更好 这是你今年最大的挑战吗 可以这么说 OK 对 那我们以后可不可以再看你更多 尝试更多不同的舞蹈 可能hip hop 我希望很快能够来到新加坡做演唱会 然后有更多不一样的面貌带给大家 OK 有没有想过比美 郭富城 哇 那个当然不敢想了 当然不敢想 因为 如果真的要真正看跳舞的 或者看很好的身材的 一定要去看郭富城 对 那我们就 期待你的新加坡演唱会听的情歌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